大家好,我是Stan 2月19号将发表新专辑的女团Listrapin 因回归预告片中大胆的暴露服装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1月26号,Hibu的官方频道 上传了Listrapin的第三张迷你专辑 一级的预告片 在不到三分钟的影片中 拍下了成员们走路的样子 快速的节奏和感性的视觉美 混合在一起增加了沉津感 激起了好奇心 而在影片中 金千万和文杰两人穿着胸罩上衣和短裤 也就是所谓的下半身失踪装 虽然完美消化了潮流气形和时长造型 但部分网友们却对过短的裤子长度感到惊讶 而在韩国论坛也出现了1800多留言 引起了热议 为什么要把内衣露出来 他本来就是要穿在里面的衣服 他的功能不是外衣 这太有害了 说穿内裤就很酷是怎么回事 我无法理解 不就是因为喜欢那个人所以看起来很酷吗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女性要借油脱衣服来表达她们有自信 酷炫以及想要主动做的事情 女爱的服装越来越大胆了 竟然出现了内裤 真的很怕孩子们学习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反驳 我觉得就像模特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可能是因为她们走路走得很酷 感觉像是在走秀一样 真的从以前开始对女爱的特别苛刻 男爱的就算在MV里赤裸上身 抽烟手拿酒瓶到处跑 还会有人说哦会会美什么的 那些不怕孩子们学吗 我对两种反应都能理解 我知道人们担心的是什么 毕竟是十几岁的孩子们喜欢的 但小时候我也经历过 10mini you go girl这样的性感概念流行 就是这么过去的 只要不越界的话就还好 但很远景真的好帅 所以对于Le Serapie预告片中的服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还记得她吗 伪装成富三代诈骗30多亿韩元德陈琼祝 昨天在首尔召开了她的第四次公开审判 而在那里出现了非常荒谬的证验 整理一下昨天在审判中的发言的话 陈琼祝对周围的人说过很多次 自己和IU曾经是一起同居的关系 现在准备要搬到IU住的公寓 那个公寓是300多亿 但是一次付款的话会有10%的折扣 所以能省下30亿 会带你们去IU演唱会的VIP座位 自己和IU有交往过 现在关系也非常轻悦 和IU同居过 能瞎掰这样的话也很可笑 有人相信这样的话更可笑 除此之外 昨天陈琼祝也表示 希望能在监狱中摘写书籍 并将所得用于赔偿受害者们 她说目前由于经济状况 无法对受害者们进行赔偿 她认为如果能在监狱里写书 还是会有很多大众们对她保持关注 若其书籍能够实现销售 她计划使用这些收入 在服刑期间对受害者们进行赔偿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我今天第一次笑了 18想骂人不应该动IU 这已经不是诈骗水准了 这个人好像有精神病 他应该被送到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他似乎一生都在不正常的状态 他到底是从哪个妄想国度来的 这家伙做政治的话应该会很厉害 不过粉丝们也不需要太生气 换个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为止 陈琼就诈骗的时候 称自己是韩国Paradise集团会长的私生子 和三星总裁以前有开过会 和Elon Musk准备见机比赛等 利用了很多天龙人级别的人物 这也就是说 他在瞎掰自己和IU交往过 不就是间接证明了IU的等级吗 不过还是很不爽 总结一下就是 希望IU的Love in Joe 大发 什么没问题 把这件事被继续抢得着 都在底下 俺都在唱歌 我爱你 这样 我爱你 他很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